天大地大 選民最大 歡迎你來到向選民報告的現場 在我們現場特別來賓 沈富雄委員 胡忠信先生 裘沛芬小姐 鄭裕鵬委員 沸宏泰委員 歡迎大家好 這個林瑞雄 今天宋楚已經宣布了說 林瑞雄下禮拜應該會出來 講個禮拜幾 沒講個禮拜幾 我沒聽到 沒有聽清楚了 因為他到現在為止 算了大概消失37天 所以我們會有一個語音投票 看看我們觀眾到底覺得 林瑞雄會不會退選 會不會退選 就是看看 因為大家覺得很奇怪 林瑞雄到跑哪裡去了 那宋楚瑜今天的講法是說 林瑞雄私下拜訪很多 如果講出來讓你嚇一跳的人 我不知道有沒有去拜訪沈大佬 不是 林瑞雄是拜訪過 我confirm我卻證實他到彰化去 見了我的同學黃銘河 但是黃銘河是這趟是白跑的 因為兩三個禮拜前 總統才授勳給黃銘河 而且黃銘河雖然好幾次從政 是以五黨籍的身份 但是黃銘河基本上是藍的 為什麼 因為光是他的岳父 就是當年彰化縣長陳希青 所以林瑞雄這趟 但是我也問了黃銘河 黃銘河說他來只是老朋友 就是談談續續舊 完全沒有碰到政治 但黃銘河的話 當然恐怕也是要避掉這個麻煩 所以他是低調處理也說不定 但是我認為宋楚瑜的團隊到今天為止 不管是連肅也好 講到林瑞雄也好 他們的話可以完全不像 不相信 要嘛你相信就打折扣 他不是說再過兩天嗎 看看嗎 兩天已經差不多又一個禮拜了 所以我剛才才要問你說 下個禮拜出現 禮拜幾 你知道嗎 不管我是相信 下個禮拜一定要出來 因為媳婦再醜再漂亮 都要見公婆 而下個禮拜就是不得不見公婆的事件 截止日到了嗎 截止日到了嗎 幾號 五號 五號 就要到了 不不不 宋先生說他的連署書 叫十月底截止 因為他們要整理嘛 所以三十一號就截止了 所以下個禮拜 林瑞雄一定要出來嘛 他要交了 他已經要交那個連署書了 您剛講黃銘河 黃銘河辦秀財醫院 他在立法院當地有時候跟我同事過 好 那另外呢 黃昆輝今天到法院去 暗銘深告馬英九 而且很多綠營的大佬陪著黃昆輝 包括姚家文 吳樹名 黃石成 羅浮泉 許成召 蔡丁貴 黃天廷這些人陪著黃昆輝 那當然黃昆輝 他是說 馬英九是他部署 我後來想 果然是沒錯 對不對 因為黃昆輝當過 總統的秘書長 不是 陸委會主委 那個時候 郝伯春當行政院長 我想這基本上是 李登輝故意要把馬英九 放在黃昆輝那邊了 那這個郝伯春當行政院 就基本上這個馬英九 是特任的陸委會副主委 沒這個什麼特任副主委 而且特別特別安排馬英九 能夠去參加行政院院會 所以行政院會都只有 不會時候能去喔 我那時候在環保署 馬英九是以副主委的身份 跟黃昆輝一起參加行政院會 換句話 郝伯春心裡知道 說這個馬英九委屈了 但是呢 又怎麼對抗李登輝呢 所以就是說他的做法就是 讓馬英九也參加行政院會 我記得這一段 所以黃昆輝說 我曾經是他的長官 我想他怎麼當他部署 陸委會的時候 我們看一下新聞帶 黃昆輝怎麼告馬英九 排除外商的經營 更你看 大家看得很清楚的 參加勞運 他推動參加勞運 喔 世界衛生主任 任令人家把台灣 當個中華人一共合力審 再不提出這個控訴了 控告 中華民國很快就變成歷史了 好 我們看到黃昆輝去告馬英九 讓我也滿驚訝的 因為黃昆輝平常人算滿溫和一個人 並不是那種喊打喊殺的 學教育出來的 以前在信義官司的時候 我跟他是鄰居對門 每天打招呼啊 很客氣 突然告馬英九 那馬辦怎麼說呢 說台聯扣紅帽子 應該一起告蔡英文 因為蔡英文也說過 要什麼兩岸建立啊 什麼和平啊 架構啊 什麼等等之類的 所以馬辦講了很多話了 基本上就是說 蔡英文講過兩岸和平 穩定互動架構 為什麼不告蔡英文 那大家對黃昆輝跳出來 當然選舉到了 但是告馬英九 到底今天還是一個很大的 一個政治動作 是嗎 不是 總是一個 好吧好吧 你說 我跟你講黃昆輝基本上 神導大是不是 黃昆輝基本上 大事很小 基本上是一個好人 而且是一個老實人 但是你既然繼續在正常打滾 就要扭曲自己 甚至戴面具 人在江湖 對 有人面具戴久了 甚至這個面具都 都撕不下來 那今天他的講法 他又不是沒有當過關 在李登輝手下 在郝伯村手下 他一路當過來 他難道不曉得 中華民國來到臺灣以後的演變 包括國同綱領 包括憲法 爭修條文 他都懂的 但是他今天為什麼 要做這些動作呢 就是選舉到了嘛 那臺聯有 不分區的名單嘛 他一定要有一些動作 所以他基本上就是說 那個馬英九的一些 有關一中各表的言論 那如果那個是叛國的話 但是我必須講 馬英九的所有的做法 沒有違背 憲法爭修條文 今天如果你真的要 到達黃昆輝一把的話 黃昆輝今天的言論 是違憲 到底誰是毀憲違憲 一個叛國一個違憲 那大家你可以語音投票 一個違憲一個叛國 來 總統 馬總統不可能告得成 內亂外患罪 他告馬不可能告得成 我不認為用叛國罪是好罪 如果要告的話可以告原罪 外省的原罪會比較合乎 有這個罪嗎 當然就是 應該這麼說 這是不幸 如果這議題是李登輝 陳水扁提的 我說兩岸和平協議 或是國統綱領事件 就沒問題了 台灣人知道說 他們兩個都說假 都是假 那馬英九 你不管真假 人家就把你當真 這叫原罪 這不信 其實今天黃昆輝 秘書長做的動作 我解讀了 台灣的叫做 切不成功 你下次看不到 用咬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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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咬 他怎麼說 副總統是全世界最無聊的發明 他沒有必要的 副總統只是以防萬力而已 所以馬克總統說 總統是閃電 副總統是引火蟲 不要把引火蟲太誇張了 我覺得李登輝講最好 沒有聲音的人 你人出就是了 但是我比較納悶說 林瑞雄怎麼可以到 41天都沒有出來 他即將40天 我常說 耶穌到山上閉關都要40天 總要出來 你還比耶穌多一天 我看報紙說 報紙說他讀史記 讀自治通鑑 李氏春秋 不會有了 讀這代付 要稍微讀孫子民法不會有 這個配分是記者 那天如果去跑現場 就趕快去翻一下 李氏春秋 趕快去翻一下 李氏春秋 我把他講完 只有一句話 李氏春秋此其貨可拘 宋主席此其貨可拘 百萬連署 當然大家會來扣住 這個林瑞雄帽子 林瑞雄很簡單 他只要這樣想就好 我又浮課 一斤浮課 不用 他說 我的老闆宋主席說 他也沒有退出 馬總統選 台北市長 2004也選 無所謂 他如果不肥天 他沒人輸 這可以拗的 現在只是連署會不會過關 就我所知 27萬8千過了 但他們擔心被摔掉 因為會摔掉三分之一 有的重複的 所以他們 等於說 為什麼老宋不惜 坦白講 犧牲色相上三例 就是為了吹票 他要衝到40 50 當然很多後遺症 好 我把黃空越的動作 跟林瑞雄一起解決說 我們的小馬哥兩面作戰 外部是民進黨族群動員戰 運用公投了 內部是送 我常做論述 我每次在你節目就說 馬宋中旭一會 在11月25號以前 否則馬宋中旭一戰 這個戰 這個風險 只要有5% 10% 100萬票 處境為待 換人家說 如果內外都不能解決的話 坦白講 對馬總統的選情 是不是那麼樂觀的 我這天 昨天我講個黨政高 他找我 講到百名 國民黨黨的政高 很重要 我不要講他名字 他焦慮 焦慮 不是叫你去 請你在中間這樣 穿梭一下 我何德何仁 我黨外人士 不可能 有黨外人士才適合 但是 他會聽我的 他只聽那個人的 不會聽我的 聽那個人 好 我意思是說 這個黨政高聽我講完以後 這個命 到時誰當選不當選都命 他只能說這個結論 謹供參考 被分 你怎麼看 黃昆輝告馬 我覺得馬當然也不會在乎 隨便你告 因為告不成 每一次就是 另做一些 整個對國家的事情的時候 我都第一個疑問就是 叛國請問你判的是哪一國 請台聯先說明你要告的叛國是哪一國 更何況 這是什麼年頭了 隨便人家提出一個政治主張 然後你就扣一個叛國的帽子 那這還選什麼局呢 我覺得這個至少要先說清楚 但我覺得這情有可原 就是說選舉到了 兩位前輩所說選舉到了 而且台聯沒聲音已經一段時間了 他的聲音事實上比宋主席還要小 小多了 大家都幾乎忘了 然後阿輝博最近也都沒有在江湖上面走跳 那總得找點什麼事情來增加一點戲份 那直接打核心是一個方法 那所以才會提出 那但是如果我今天反問就是說 那請你告訴我 那我哪裡叛國 叛了哪一個國 做了什麼事情 是說不出來的 這是沒什麼好討論的 是 鄭運鵬 黃昆這樣講是 就是這個告馬英九蘇琪 蘇琪 蘇琪都已經不在 都去搞基金會了 我記得 跟有些綠的一起 他們觸犯刑法外換罪 涉嫌叛國 而且呢 馬英九背叛國家 扭曲歷史 抹黑長官 基於國家安危 憲法存廢 史實爭議的大勢大非 經過深思熟慮以後 才會提告 他最後這句話沒有講出來 就是說不分區請投台聯 我的分析是跟沈醫師一樣 就是他有黨主席的目的跟壓力 那他自己不選 但是他總要有些動作 不然就這樣 百分之五 不是那麼容易過的門檻 大家看 宋主席帶著親民黨 現在有百分之十幾的聲勢 但是沒有人相信他會過百分之五 就可見他的台聯更辛苦 那我先講幾個 台聯上場好像百分之三 三點多一點點 我先講幾個 如果這個告得起來的話 會被起訴 或甚至上法庭 台聯跟馬總統都可以躺著選 最倒楣的是民進黨 告得成的話 台聯的不分區一定過 馬總統一定同行票會很多 那民進黨最倒楣 所以剛才胡大哥說 馬是負面受敵內憂外患 我看起來是民進黨才是內憂外患 宋先生先拿宋先生 來看我們的基層在幫他連署 在幫他主動或被動幫他送連署書 把我們的 到底幫他 把我們的個資往親民黨那邊送 因為你連署書 給親民黨 那是誰地址 那是誰地址都有了 人家天天寄傳單 你難保不會有些人心動 你覺得真的會被他吸引過去嗎 我現在很少聽到藍營的朋友說 他要投宋楚瑜的 但是綠的有很多說 他講得不錯 因為他畢竟看著電視 看著報紙 好像宋楚瑜比蔡英文多 這是一個 那另外再看黃坤那些 黃主席的動作 他後面站誰 在民進黨最高層級的考試院院長 姚家文 你不哭的譬如 難道這些人沒有影響力嗎 他要的是不分區 結果民進黨在他後面 跟他一起去地狀去告 那多多少少會影響到那些 有些票會影響到 那這些票影響到誰 絕對不會從藍營那邊拿 一定從綠營那邊拿嘛 所以沒有搞清楚狀況的話 父輩受敵不只有馬 還有蔡英文 那這個 而且這種我覺得現狀來說 對於宋主席的連署也好 對於黃坤會的動作也好 民進黨中央好像也無能為力 也只能莫可奈何讓他們去做而已 所以我們反而為難 兩個黨中央都是冷助理 不過這個黃坤會不一樣 就是說他們沒有推總統候選 他們沒有去連署總統 那他還要你挖不分區啊 不分區我們是死損啊 對不分區 其實沒有那麼大差異 如果 因為過5%是很難的 如果沒有過5%扣掉 還是那些大黨去分 所以小黨基本上 就算你拿到4.9 你那個票都 一定要過5 過5兩席 不然就是0 不過5就是0 哪有影響到大黨 總統 宋楚瑜是總統 這個不相信 如果說台聯推一個人出來選總統 你看民進黨會怎樣 來這個費偉 你看這個黃坤會 當然我知道是選舉動作 但是有動作才有新聞啊 沒有動作怎麼會有新聞呢 我想剛才四位包括您啊 都講的 都把大家的共同的想法 選舉到了 前上個禮拜 是這個禮拜還是上個禮拜 我那個國安密帳的那個事啊 去起訴去開庭嘛 對這個李前總統開庭 好像新聞也沒有吵起來 因為這個 感覺像大家好像就 這個不曉得是故意呢 還是根本就對台聯是一點興趣都沒有 所以選舉到了 他們的不分區名單要公佈了 我在看呢 他還是在意那個不分區的5%了 雖然大家都覺得沒有什麼用 可是在這個時候 他總要去試試看 我想他出來其實對馬先 對馬總統應該不會有什麼影響 我同意運鵬講的 可能是對民進黨會有影響 因為他的票我相信不會來自於國民黨 也不會來自於新黨 也不會來自於親民黨 那來自於哪裡呢 來自於民進黨 我想這個 所以我看到民進黨有很多的大佬 跟著他去那邊瞎起哄 這個是我看不懂的地方 為什麼民進黨大佬跟他瞎起哄 去跟他瞎起哄的那些大佬 都沒有在民進黨的不分區名單裡面 如果有的話他們就不會 他們就不會 這個事關厲害的關係 不過我補充一下 因為我跟中信有兩個看法不一樣 中信最近喜歡把宋楚瑜比成腫瘤 那腫瘤如果不管是惡性或是良性 大概自然消失的可能性不大 我覺得還是不好 除非照什麼放射性化療 化療還有標靶 我覺得都不是 我覺得過去這段時間 但畢竟是讓馬英九跟國民黨坐立不安 所以像虛擬去見到 如什麼 如梗在喉 但是如梗在喉 你曉得 我們早年 而比喉哥沒有那麼普遍 公共驅虛幾個機會 沒有多 到什麼 到自己吞下去 所以後來 所以到目前為止 我覺得馬英九處理這個宋楚瘤 恰到好處 就是讓他低調 就是冷處理 那最後呢 他會在風中自然凋零 等著看 等著看 再幾個月就知道 那第二點 飄 隨風飄是 Gone with a win Gone with a win 那第二個 我要講副總統 中信講副總統好像很不重要 是很不重要 但是大家還要想 一旦重要怎麼辦 所以如果 我認為林瑞雄不會退選 那將來這個名單 三組名單裡頭 也許大家不太在意總統 大家會看看副總統是誰 副總統是誰 那一個吳東毅 還有一個呢 就是蘇嘉全 還有一個就是林瑞雄 只要吳東毅少講那些 有的沒有的 亂講的一通的 像國統綱銀又搬出來了 這些真的 他認為他很聰明 我也認為大部分時間 他其實蠻機靈的 但是有時候他講話 就是幾眉弄眼 講得過頭啦 就可以不講 少講幾句嘛 只要他這一點 稍微收斂一下 你想吳東毅 蘇嘉全跟林瑞雄 投誰啊 這是加分的 不過就是說 本來副總統也沒那麼重要 對 但是一旦 不是 但是 蘇嘉全最近把副總統炒熱了 說實話 蘇嘉全炒 那林瑞雄神贏起來 那大家有好奇 就是到底他在幹嘛 所以林瑞雄也變得比較熱門 所以因為蘇嘉全的農舍 財產的公佈等等 然後呢 處理事情的態度 然後呢 林瑞雄的不見了 所以這兩個副總統候選 反而把整個副總統炒起來 三個各有特色嘛 你不覺得嗎 我無意貶低這個副總統重要性 關鍵時刻很重要 這樣啦 選的時候不重要 他不選就很重要 對選就很重要 我舉一個非常極端歷史 美國小羅蘇總統選四任 他第四任 一月就任 五月就死 對 杜魯門做四個月 杜魯門接的時候 杜魯門什麼都不知道 原子彈製造也不知道 什麼阿爾達米也不知道 但杜魯門學習很快 他表現 彼得杜拉克說 他是美國歷史上最棒的總統 最優秀的經理人 所以還是很重要 但突發狀況了 杜魯門被刺以後 但是這一點都無法頓 但是我說這時候去 刻意去凸顯林瑞雄 我覺得是一有所指 是讓他難堪 但是我覺得 林瑞雄還是要出來 但我說基本上 我們是選副總統 還選總統要強調這一點 當然我用總流 立正意思對宋 不是那麼禮貌 我只是意圖來做類比 沒有這個意思 對林瑞雄才不禮貌 不不不 我要問中興 一個問題 我同意你舉杜魯門為例 那就算他 那個也是很少有的case 那就算不幸 那個情況發生 你以為蘇嘉全 吳東毅跟林瑞雄 哪一個比較接近 杜魯門的本事 我覺得都不要 馬上做五段的決定 杜魯門 人家以為他是一無四處 我說他表現 做任何決定 投資原子彈 含戰的介入第一流的 所以你現在馬上說 這叫三個 我不願意回答這問題 很難講 要關鍵處看了 但是我知道 現在大家為什麼 為什麼要找林瑞雄 就是純心讓他難看 你不出來 一百萬連署怎麼辦 這是一種策略 你看今天聯合報 設論那麼大篇 純心讓他難看 我就說不管怎麼樣 我覺得 閉關時間 應該趕快出關 要面對大家來接受檢驗 不過是這樣 人必自武而後人武之 哪有選一個總統副總統 副總統不出來 這不能怪媒體去 聯合報競爭社論等等 你出來就好了 這是一個 第二個就是說 也許副總統 沒那麼重要 但是呢 你總統候選人 挑了這個副總統候選人 就證明你這個總統的 有沒有世人之名 你怎麼挑他 搞了半天 那麼多人可以挑 為什麼挑了他 挑了他怎麼變這樣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會 會讓人家對總統候選人的評價 副總統玫瑰還有一句話 說這個人有兩個兄弟 一個人呢 去當美國副總統 一個人去當水手 從此兩人都不為世人所知 就是當副總統跟當水手 都不知道是誰了 根本就不見了 沒有人知道 所以美國人對那個副總統 有時候故意講笑話 還有副總統沒事在白宮 丟那個紙飛機 在那邊丟 丟那個紙折的飛機 沒事幹的 但是講是這樣講 我們的制度又不太一樣 特別是對於 連署的制度不一樣 如果林瑞雄 我們為什麼做這個語音調查 說林瑞雄會不會退選 會不會參選 如果林瑞雄不選了 宋楚瑜不能登記 宋楚瑜就完了 宋楚瑜再有雄心壯志 再有人支持他 也沒用了 我們需要再回來 大家知道